好 说到肖美琴 她向来用这种战猫的形象 来对抗中国的战狼 而她的人脉很深厚 穿梭华府三年的她 也让台美这关系 在这三年之内全面生渊 其实在过去 外媒也曾经点评过肖美琴 说她是最值得关注 以及极具有影响力的大使之一 而且她还说了 肖美琴在华府之内 享有可以直通重要官员的内部广告 甚至你可以回首到以前 当时到了2021年1月20号的时候 她还去出席了拜登的就职典礼 这是台美断交以来 她第一次正式获得邀请 而画面当中往下 没过多久到了3月31号 她跟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也在双向园两个人 有一次见面交谈 甚至你可以关注到 基本上肖美琴这三年当中 她也促成了很多名美国高官 来到台湾进行访问 站在美国国会西草坪的现场 肖美琴脸上戴着战猫的口罩 现场转播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典礼实况 这是2021年台湾第一次获得正式邀请 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当时由还是驻美代表的肖美琴出席 这回跟赖清德打党参选 外界分析也是看准肖美琴的外交政治实力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过去曾在脸书上 放上跟肖美琴的合照 两个人一起享用台湾的甜点 凤梨酥 珍奶等等 其实包括立陶宛 捷克等多国官员 都曾经是双向元的座上宾 肖美琴除了被彭博社选为 2021年最重要的八人之一 纽约时报也曾大赞 他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人选 小美琴自比战猫穿说华府 也让台美关系全面升温 驻美成績有目共睹 这次选择返台投入二零二四大选 身为我国首上首位女性驻美代表的 她丰富的外交阅历 就盼能为赖清德加分 也要拓展女性跟中间选民支持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